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列外长会士强调 当前形势下 地区国家尤其要警惕 事关本地区和平安全的三个消极动向 一要警惕所谓印太战略加快向本地区渗透 冲击东盟中心地位 冲击以东盟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 二要警惕北约试图插足本地区 引入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破坏地区国家多年努力得来的和平稳定局面 三要警惕域外大国借南海问题介入地区事务 挑拨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 王毅还就南海问题阐明中方原则立场 他表示 南海是目前世界上航行最安全 最自由的海域之一 中方不接受以航行自由为名 行航行霸权之实 王毅希望域外国家尊重中国和东盟做出的努力 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而不是相反 不要再派那么多先进舰机来这里耀武扬威 不要挑动和利用地区国家之间的分歧 来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私利 不要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 就在这里指手画脚 王毅强调 南海仲裁案明显是一场政治操弄 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原意 中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 也不可能接受 奉劝个别国家不要再开历史倒车 不要再炒作早已过时的老戏码 此外 王毅在第十三届东亚峰会外长会上发言时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干涉 驳斥了个别国家称中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错误论调 王毅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事实 也是国际共识 更是台海的真正现状 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恰恰是台湾民进党 和支持纵容其谋求台独的外部势力 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台独行进才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因素 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需要坚决反对台独 中国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红红卫视综合报道 王毅14号出席第13届东亚峰会外展会 他指出东亚峰会是亚太地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重要影响力的合作机制 强调东亚峰会因维护好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 并提出了中方的三点主张 王毅表示 面对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 东亚峰会因维护好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 中方愿提出三点主张 一是切实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助了和平根基 王毅说 东盟中心地位是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 也是各方立场的最大公约数 另起炉灶并不可取 拉帮结果不得人心 北约插足东亚更无道理 地区和平取决于各国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 不应建立在少数国家追求绝对安全的基础之上 中方愿同各方围绕全球安全倡议 探讨合作 重申愿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二是携手打造地区增长中心 促进共同发展 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坚持开放 自由 公平 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反对保护主义 反对脱钩锻炼 持续推动建设亚太自贸区 营造良性竞争 合作共赢的地区发展环境 中方支持印尼倡议 发表关于经济增长的领导人声明 发出团结谋发展的积极信号 欢迎东亚峰会新一期行动计划达成共识 愿同各方继续推进能源 减平等领域合作 三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良性互动 坚持开放包容理念 摒弃二元对抗思维 反对党同法义 化地为牢 中方愿同地区国家一道 弘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和原则 坚持和平共处 相互尊重 互利合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亚大合作重回正确轨道 凤黑市 最后报道 王毅在亚加达应约会见韩国外长朴正 王毅表示 近一段时间 中韩关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 双方要排除干扰 为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积极预期 王毅说 中韩隔海相望 是搬不走的近邻 经济互补 是分不开的伙伴 中国对韩睦邻友好政策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 近段时间 中韩关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方愿同韩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追求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 加强沟通 重建互信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不让建交30年来取得的成果蒙上灰尘 王毅强调 双方要排除干扰 重启各层级交往 为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积极预期 而台湾问题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事关中韩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基本心意 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妥善处理 朴镇表示 韩中是近邻 也是战略合作伙伴 韩中关系顺畅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韩方一贯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愿同中方开启两国关系新的30年 期待保持双方高层交往沟通 加强产供电合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王毅参加了第30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之后 14号下午则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 以及英国 泰国 印度等多国外长双边会见 14号下午 王毅会见欧洲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 博雷利 中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厉害冲动 我们都支持这个计划 都支持共同主义 都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 都反对单边行进 都不赞成保护主义 也不赞成脱脱锻炼 我们的共同利益显然是大于分歧 我们当然是伙伴 而不是什么对手 王毅说中欧关系有复杂的一面 欧洲内部对中国经常发出一些相互矛盾的声音 在今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基础上 要向前走 而不是犹豫不定 停滞不前 更要共同抵制 开倒车 他也希望欧盟进一步明确对华关系定位 更加携手应对目前各种全球性挑战 确保中欧关系继续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王毅说 这也完全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 会议间隙 王毅也和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福利简短会晤 与泰国外长敦巴木威奈双边会见中 王毅感谢敦巴木威奈长期支持关切中泰友好 并做出突出贡献 说双方友谊可以共进 携手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努力 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14号晚上会见 王毅说中国和印度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又是永远的邻友 共同发展繁荣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起表率 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是两国共同责任 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期待 我们不应该项目消耗 项目猜忌 那样只能是个双数的钱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 就是大方向保持 一致大方向一致 其他的问题要分析 多是可以做到头上的事 苏杰生说 他这次是来参加东亚峰会外长会 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这些会议对双边关系进程非常有益 短短两天半时间里 王毅在这一届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间隙里 是总共有11场双边会见 和一场中国俄罗斯印尼的三边会晤 和印度外长苏杰生的会见 是王毅在会议间隙中间压轴的最后一场双边会见 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第二的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外事高官的会见 对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应当也相当重要 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战局特别报道 一起来看看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俄罗斯国防部在15号通报 俄空天军战机集群对扎波罗热方向约十处乌军集结地实施打击 扎波罗热亲俄当局就表示 当地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枚英国造风暴之引巡航导弹 乌总统办公室承认乌军的反攻进展缓慢 但也称西方并未因此对乌方施压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对媒体透露 他曾经试图换掉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格任 但未能成功 德国总理舒尔茨14号宣布 德国将会在未来五年之内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19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而关于巴赫木特的战况 近期则再次成为了俄罗斯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有观点是认为已经变成废墟的巴赫木特 现在则沦为了新领俄军主力部队的绞杀着地狱 我们继续来看本台记者巴斯 巴赫木特前线的报道 俄乌两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对峙 目前是愈演愈烈 俄军加强了对马林卡 乌格莱达尔 阿富杰耶卡瓦方向的这种攻击 星期五在顿巴斯中线的乌格莱达尔方向的战斗仍然相当激烈 乌军集中了两个旅向沃尔诺瓦哈方向进行推进 但是由于俄军防守严密 俄军的地炮群与步兵进行了协同 乌军没有取得推进的战果 星期三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表示 俄军在红色利曼地区发起了反击 纵深推进到一公里半 验战线推进到两公里左右 对于俄军未来的进攻的方式和行动 以及兵员战斗力的检验相当重要 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在顿巴斯北线 是处于一个积极防御的态势 这个区域对于两军来说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么这里就是巴赫木特的市区 巴赫木特战役目前已经结束 按照目前的这种战役态势的发展 乌克兰军队正在巴赫木特的西郊 以及他的彻翼 加强对俄军的一些彻翼掩护部队的攻击 巴赫木特战役 这也是世界上轻步兵作战的 非常经典的战役之一 上方出动的兵力规模都不大 包括排一级规模 班一级规模 最多的时候是一个连一级的规模 这种在巷战中逐屋逐街 甚至是一斗墙之间的这种争夺 前方和后方的这种隔离呢 这也是世界巷战史上的相当经典的战力之一 巴赫木特战役目前的态势 仍然是俄军固守城区的西北 以及东部和南部等区域 乌军也分别在城市西北方向重兵雅进 俄军在各个自高点的彻翼 目前都承受到了巨大的战场压力 俄军的指挥官也呼吁 为了能够守住巴赫木特 能够多装备一些无人机 和热成像仪等先进的装备 在前线的俄军指挥员中 还有一个观点 俄军将乌军拖在巴赫木特 巴赫多岳 并形成了绞杀战的效果 消耗了乌军的实力 现在这种战法 似乎已经转盘到乌军的指挥官手里 为了能够完成被动防守的废墟城市 巴赫木特 俄军将昂贵的闪兵和坦克兵等 当作了步兵载用 凤凰卫视卢宇光 伊万 阿拉曼 乌拉特 巴赫木特的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 国家警察局局战 寂寞时刻接受了凤凰卫视 特派乌克兰记者陈寅的专访 他表示 自从俄乌交战以来 哈尔科夫地区的犯罪率 因为民众齐心卫固而下降了许多 当地的警察支持率也是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反 在俄战区内的俄军士兵拖到民宅的情况 则是大幅的上升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国家警察局局长 寂寞时刻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去年2月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哈尔科夫地区的各类犯罪率明显降低 现在几乎關放选丝 不是处理忍 要说都by几乎 在头部几乎 气要有相伤性 离文间 即是每一人都帮助,有很多娱乐 吉莫什科表示,在暂时状态下 哈尔科夫地区国家警察 已获得了公众80%的支持率前所未有 现在我们应该支撑中间的人 在约80% 这样子还没有以前 公司经常到战争承认了一种犯罪 现在他们承认我们 此外,寂寞时刻指出 俄乌交战以来 乌克兰方面记录到很多 俄方军人偷窃 俄占领区民宅的犯罪情况 而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 陈寅在哈尔科夫采访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一对正在拍摄 结婚照的新人 也请听了他们在战火中 遇到的爱情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在哈尔科夫市中心 我们遇到了一对 正在拍摄结婚照的新人 新郎是一位乌克兰军官 新娘是一名医生 奥列格说 他在去年9月志愿参军 加入了乌军第93旅 先后历经索莱达尔和巴赫木特前线 奥列格说 他在巴赫木特的战斗中 左臂负伤导致终身残疾 已不能再回到前线 不得不转座后方工作 但他庆幸自己还活着 采访中 这对新人的手一直紧紧地握在一起 为他们拍摄结婚照的女孩 是新娘的女儿 宋皇卫视陈莹 发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报道 第15次金砖国家峰会 将于8月下旬在南非决行 此前受到了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否现身南非参会 目前仍无定论 而南非副总统 马沙蒂莱则在14号对媒体表示 南非方面曾经提议由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代为参会 但是俄方对此感到不高兴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下月能否亲日到南非出席第15届 金砖国家峰会 目前仍未定论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14号对南非24小时新闻网站透露 南非方面沉下俄方提议 由俄外长拉夫罗夫代替普京出席此次峰会 但俄方对这一提议感到不高兴 俄方仍希望由普京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参会 马沙蒂莱表示 俄方的坚持给南非出了道难题 因为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南非有义务执行国际刑事法院 此前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 在普京抵达南非时将其逮捕 马沙蒂莱又称 南非总统拉玛弗萨将于本月晚些时候 赴圣彼得堡出席俄罗斯非洲峰会 届时他将继续与普京讨论这一问题 而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也表示 普京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 出席此次金庄国家峰会 相关的讨论仍在进行当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中国国防部网站在15号所发布的消息 俄罗斯军队将参加中方北部联合2023演习 消息指出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俄罗斯军队将于近日派出海空力量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 在日本海中部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 此次演习课题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旨在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 增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能力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团 14号是以微弱优势 勉强通过了总额8860亿美元的 国防授权法案 由于法案中加入了限制堕胎等修正案 遭到了民主党的普遍反对 其中的一项修正案还禁止美国国防部 使用把台湾挖入中国版图的地图 美国国会众议院14号 以219票赞成 210票反对 两党分化极为严重的投票结果 勉强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这被视为众议院议长迈卡锡的胜利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洛杰弗里斯则炮轰极端共和党人 劫持了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法案 众议院通过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为美国五角大楼提供8860亿美元的预算 包括授权为军队加薪5.2% 但与法案一同通过的修正案中 禁止国防部长支付或报销军人与堕胎相关的费用 以及变性手术和治疗费用 这遭到了大多数民主党人的反对 此外 修正案还禁止美国国防部 使用任何把台湾列入中国版图的地图 不过即使众议院勉强通过了这项法案 参议院还需要审议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 并与众议院协调 预计两院在今年晚些时候就最终版本进行投票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根据彭博社报道 在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被限制向中国出口 先进芯片生产设备之后 美国和荷兰政府则将进一步的限制 阿斯麦为中国受管制芯片生产设备提供维护 维修服务或者是供应备用的零部件 荷兰政府在今年6月已经规定 阿斯麦在9月起就不得向中国公司出售 轻入式生子光光刻设备 预计新规将会同步进行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 荷兰政府将出台新规 禁止阿斯麦在未取得政府同意的情况下 替在中国安装的受管制芯片生产设备 提供维护 维修服务或供应备用零部件 荷兰政府今年6月已规定阿斯麦9月起 不得向中国公司出售进入式生子外光刻设备 预计新规将会同步进行 除荷兰政府 美国当局还将禁止阿斯麦在未取得华盛顿的同意下 向6家中国工厂出售上一代生子外光刻设备 其中就包括中芯国际 知情人士说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政府何时会采取这些额外的广制措施 但拜登当局预计将会援引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对阿斯麦进行广制 报道称 虽然荷兰政府早前曾抵制美国对阿斯麦实施域外控制 但拜登政府和旅特政府已就额外出口广制 对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知情人士说 荷兰政府出台的新规 不会受到荷兰联合政府近期集体辞职风波的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洛克舍和彭博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 英特高通和英伟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计划在下周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官员来进行会谈 以阻止华盛顿收紧对华销售先进芯片 和出口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的限制 知情人士表示 这些科技企业高管并不期望能够拦下所有的管制措施 但是他们正在寻找机会能够说服拜登政府团队 管制措施的升级将会损害当前白宫 为建立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而做出的外交努力 消息人士6月向路透社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销售高性能计算芯片 同时收紧发放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发货的许可证 这些规定将会使得英特尔以及高通受到影响 而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英伟达 也担心出口管制会扩大至人工智能领域 而对于英国下议院情报与安全委员会日前所发表设华报告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14号则批评这报告捏造事实 恶意地抹黑中国表示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中国外交从来都奉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基因 也更没有必要来干涉英国 而发言人又说 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早就已经领先英国 有不少先进的设备也出口英国 报告将中国企业公民及华侨华人都当成了间谍 将正常的人员交流都说成了政治渗透 只能说明报告的炮制者是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严重缺乏自信 发言人奉劝英方政客摒弃冷战思维和对华的偏见 停止散布诋毁中国的谣言 停止针对中国的猎污行为 停止为中英关系发展制造障碍 欢迎回来 在香港部分的学校正在招聘下学年入职的教师 新聘教师必须要通过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香港教育局在15号就加开立场测试 而香港教领会主席黄景良就呼吁当局 设置考核测试中心将考试横程化 以应对教职人员的应试需求 为了便利有意任教中小学或转校教师 而并未参与早前举行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的人士 香港教育局在15号额外举行了一场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香港教练会主席黄景良呼吁当局设立考核测试中心 将考试横程化回应教育界的诉求 有些老师其实可能他又想转职 就是他想由一间学校转到另外一间学校 但是他又未考到基本法的测试 所以校长在聘请的过程里面 他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元素 才会看看会不会是来到去聘请他 我们近期都收到校长的意见 是希望教育能够增加基本法测试的长次 早前香港教育局已于202223学年 举办过五次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而从2324学年起 所有的公营学校以及参与职资资计划的学校等 兴听教师都需要取得及格重计才可获聘 黄景良表示过去几轮测试运行良好 考试内容安排合理 相信教师经过一定准备和学习都能达到较高通过率 而针对当前教育工作者的人手问题 他认为香港当前的师资力量并不存在短缺 未来可针对个别科目的教师展开培训 现在可能我们觉得比较缺的其实就是英文科 比如在中学、在小学 其实英文科相对都是比较缺的 大家知道其实有些老师他选择了去移民 那都是一定他有一些英文的能力 或者他教的是英文科 当然有些科目可能是跟一些重科相关的 就是电脑科相关的 这些可能在中学那里也会报教委一个缺的 黄景良表示 希望未来教育局可以为教师提供相关课程 会与民间团体合作进行相关讲座 为教师在应试前提供更专业和系统的基本法知识 方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就控烟策略展开公众咨询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15号表示 加烟税是控烟的重要手段 他又指不应再强调增加烟税会鼓励私烟的说法 认为这是侮辱当局控烟的决心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15号表示 上次财政预算案提出增加烟税后富有成效 认为有空间再把烟税提高至市位标准 及烟草税占零售价的七成半 当前正就方案聆听市民意见 对有建议提到私烟难以识别 他认为可以与每支完税香烟都加上标签 我们今年也做过一次的财政预算案 加了烟税 加的幅度不是说真的很大 但是也有一个成效 所以我们要确定继续用这个方法 而现在我们的烟税 只是占了烟仔零售价的64% 而世卫定一个标准是75%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距离 仍然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提升 对于有说法指增加烟税会鼓励私烟 卢终茂强调控烟工作与打击私烟可同时进行 并认为社会不应再强调有关说法 他认为这是侮辱当局控烟的决心 同时也侮辱市民会应合法控烟 而去做不合法的事 卢终茂重申 吸烟危害健康 未来获提升净受年龄至21岁 认为要避免年轻人染上烟瘾 若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吸烟 就不应强调吸烟是权利 王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就控烟策略 开展公众咨询 控烟工作会带来哪些社会影响 本来记者王雨婷今天就请到的是 香港先月健康委员会主席 唐秋奇来和我们聊聊 港府的最新控烟措施 雨婷你好 接下时间就交给你了 好的 雅倩 我们知道香港其实一直在致力于打造无烟的城市 那么早前特区政府已经推出了比较严格的烟草税 目前就更多的控烟措施 已经向社会广泛召集意见展开咨询 那么其中就有一些措施 可能会被市民拿来广泛讨论 认为稍微会有一点点严格 比如说像是一些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吸烟 可能会面临从1500港元的罚款涨到了3000甚至5000港元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就邀请到了香港西烟与健康委员会的主席 唐秋奇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唐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首先想问您 您对于这一次政府展开的公众咨询里面的措施 您持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认为难度大不大 我们委员会一定会顺利去支持公众机身 在未来两个多月里面 我们会举办很多公众的遭遇 对于一些比较严格的规定 好像这个边走边吸烟的话 我们因为可以用一些科技监控的方法去制服 我们因为政府最大的目标是使民的公众健康 保障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我们的小朋友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其实香港作为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 之前也有先例就是有一些海外和内地的游客到了香港 可能不了解香港这个控烟的法规 就面临比较高额的罚款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情 您觉得就是香港如果出台更严厉的控烟措施的话 会不会影响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形象 我因为一个国际化的形式应该是越来越文明 越来越健康 不是用可以吸烟 吸烟的游客的东西来吸烟游客 对于外地的情况来讲 有一些地方的他们控烟的情况比香港更加严格 好像澳门在2018年已经开始 在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等候的地方 10米范围之内不准吸烟 大家也知道在新加坡 他们的控烟措施是非常严格 还有在欧洲 他们的控烟措施也非常严格 但是我没有听过有香港的朋友 他们说不去澳门欧洲还是新加坡 因为他们的控烟措施 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就是政府的公众教育 对旅游业的解释是最重要的 好的 非常感谢唐主席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现场分享 现在我们就先把时间交换给亚倩 好的 谢谢雨婷的报道 日前神舟16号航天员陈族与地面科研人员 是密切配合开展了流体物理实验 冷原子干涉移设置等多项的载轨实验 而空间站内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 也是有序展开 在孟天实验舱内航天员朱阳柱 近海鹏正在安装光谱样品和等实验单元 而贵海筹则手持着摄像机将实验过程下船 在地面科研人员的支持配合之下 航天员开展了流体物理相关的各类实验 为重力物理科学是空间应用的四大研究领域之一 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泛 包括了航天器热管理 推进器管理等等 此外航天员近期也在天河核心舱的高危柜中 完成了空间冷原子干涉移的设置 目前神舟16号陈组载轨一个半月 已经完成了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 电推进系统气瓶的载轨安装等任务 后续也将会实施出舱活动 进行舱外载核安装以及空间站维护等任务 根据台湾媒体爆料 明镜的2024大选参选人赖清德在8月将会访问巴拉圭 期间计划过境美国 但形成计划遭到了美方的冷处力 另一方面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艺14号野字报 也在安排访美 对于媒体爆料访美计划遭冷遇 赖清德没回应记者提问 据称赖清德8月访问巴拉圭 准备过境美国 但美方不安排任何官员跟他会面 并只承诺给他一场桥节晚宴 而且不得公开 甚至台驻美代表交涉也没用 侯友宜被问到这件事情时则自报 他自己正在安排访美行程 并传出可能在9月初就出发 距离台湾2024大选越来越近 当地一项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在三人参选的情况下 赖清德支持率为32.4% 侯友宜为17.6% 而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为25.9% 不过假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以独立身份加入选战 则赖清德支持度为33.6% 柯文哲为21.1% 侯友宜为14.8% 郭台铭为12.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在为 核污水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西村康人14号 则是与日本全国渔业联合会会长 白美亚信举行会谈 白美亚信在会谈之后就表示 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渔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地继续渔业生产 除非能够获得牢固的安全感 否则反对排海的立场是不会改变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 14号造访了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 并与会长板本亚信会谈 就辅导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寻求理解 除全渔联的政府会长外 工程辅导等线 渔业团体代表也列席会议 西村在会谈中介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验证排海计划安全性的综合报告 板本亚信在会谈后表示 目前全渔联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没有改变 渔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地继续渔业生产 除非能够获得牢固的安全感 否则反对排海的立场不会改变 他还说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排海计划 在科学意义上的安全 但这与社会意义上的安全是两码事 西村康仁在会谈结束后表示 将贴近渔业人员密切展开沟通 并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信赖关系 目前福岛和乌兰水排海设备已经完工 日本政府有意把排海启动日期具体化 但遭到国内渔业人员的反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在14号决行了2023年的国庆日阅兵仪式 今年特别邀请了印度三军参加 有现场管理人士对本台记者表示 这象征了法印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与合作 非常的有意义 此外明年由于主办2024巴黎奥运会 阅兵仪式将会改在巴黎的民族广场举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巴黎的喜好广场 此刻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 2023年法国国庆日的阅兵仪式 今年的法国国庆日阅兵仪式 共有6500人参加 战机有60架 直升机28架 军车157辆 摩托车62辆 另外还有200批共和国的战马 阅兵主题是要凸显法国坚守与盟国的战略同盟 因此除了法国本国的军队和军备之外 还有法国在非洲萨赫勒军事行动期间的盟友 例如美国 加拿大 以及非洲一些与法国有着合作关系的国家 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印度作为主兵国参加 来自印度三军仪仗队的240人 和三架印度战机参加了阅兵仪式 有管理人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 阅兵非常有意义 它是法国国庆节的一部分 同时邀请印度参加 象征了法印两国之间深厚的有益与合作 今年的法国国庆越兵除了传统的项目之外 还融入了2024巴黎奥运会的元素 而明年因为要举办奥运会 因此国庆阅兵仪式 将改为在巴黎的民族广场进行 凤凰卫视金梁墨也巴黎报道 法国今年的国庆日阅兵 刚好是碰上了早前平息的骚乱 而当局为了确保国庆日活动顺利进行 全国动员了超过4万名警察来维持秩序 其中首都巴黎就出动了1万名警察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巴黎的 埃菲尔铁打附近 那今天晚上的烟花活动已经结束了 此刻是晚间的23点的40分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正在离场的人群 而这一侧则是严阵以待的安保力量 其中有警察 也有宪兵 还有消防员 那在近期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骚乱之后 今天晚上防止暴力事件重演 成为了一个重中之重 那法国政府就表示 今天晚上的安保力量不属是前所未有的 那我们刚才在进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 也是遇到了警方设置的一个多个安检围栏 而这一片区域许多道路也是禁止车辆通行 那么这些限制措施将会持续到15号的凌晨1点 根据内政部今天晚上统计 今天晚上大概有7到10万人会聚集在铁打下面 观看烟花表演 而法国政府在今天晚上在全国范围内 也是部署了4万5千名的安保力量 那么在巴黎地区有1万名的警力 另外全国大部分的城市 在今天晚上都实施了一个公共的交通管制 巴黎地区的公共交通 也是在晚上9点钟就已经开始停运了 那我们在现场观察到 截止目前为止 情况还算正常 那今年的法国国庆日 节日的庆祝氛围已经不再重要了 取而代之的重中之重 却是要严防暴乱事件的发生 那这看上去有些本末倒置 但从侧面反映了法国 目前社会治安状况堪忧的一个客观现实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金亮默也在巴黎发来的现场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14号宣布 将为超过80万名美国人 减免总计约39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 这是之前拜登所提出的 4000亿美元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被最高法院否决之后 拜登政府提出的最新举措 美国教育部14号宣布了一项 减免学生贷款的新计划 针对参与依据收入还款的联邦贷款借贷人 一旦他们还款达到20或25年的期限 就可以免除余下的债务 美国教育部称 最新计划弥补了多年以来 错误计算借款人应有付款的行政漏洞 新计划将会计得到教育部直接贷款 或联邦家庭教育贷款的美国民众 未来几天 教育部将会通知符合减免资格的借贷人 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以6比3的裁决 否决了拜登政府向中低收入借款人 提供最高达到2万美元的债务减免计划 保守派法官认为 国会并没有直接授权美国总统 免除4000亿美元债务的权利 随后 拜登立即宣布采用备选计划 即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 赋予教育部长管理学生贷款偿还计划的 权利小范围减免学生贷款 减免学生贷款是 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 提出的重要竞选承诺 在全美有大约4500万美国人 拥有学生贷款 贷款总额超过了1.6万亿美元 2020年3月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台新冠疫情救助措施 学生贷款的支付得以暂停 拜登上任之后又多次延长暂停付款 但随着新冠疫情结束 借款人必须在今年10月恢复付款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西部西南部极端高温持续 其中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 在14号的气温达到了44.4摄氏度 是连续第15天气温超过了43度 而气象部门就预计 美国多个州份在下周 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 沙漠地区更可能高达48.8度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14号 气温突破37.8摄氏度 各地游客顶着高温在户外排队拍照 据报拉斯维加斯高温将打破当地记录 气象部门提醒游客注意 本轮极端高温天气 毗邻的加州 卖家式一家农场内 仍有不少工人顶着酷暑 身着包裹严密的防晒衣物 在农田继续劳作 农场负责人表示 因天气过于炎热 已经将户外工作的工时 缩短1到2个小时 美国多地过去几天 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其中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 14号气温达到44.4摄氏度 市连续第15天 气温超过43摄氏度 美国国家气象局14号表示 预计本周末 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和加州的高温将会加剧 沙漠地区白天气温 更可能高达48.8摄氏度 而且枯热天气还会持续到下周 凤凰卫视组合报道 感谢大臣凤凰五件专列 也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感谢大臣凤凰卫视频 感谢大臣凰卫视频